其實在門診蠻常遇到有人問我說 醫生 我鼻塞很嚴重 吃藥都沒有效 可是又常常聽人家說 鼻塞手術開完之後又常常會觸發 其實我們要講說 鼻塞主要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鼻子的量柱 鼻中隔如果有彎曲 會容易造成你鼻塞 第二個 你鼻子裡面的櫃子 住得太大 然後就是叫我們下鼻甲 如果太肥後也可能會造成你鼻塞 第三個 如果你有外人入侵 不正常的鼻息肉增生 到你的鼻子裡面 你也會有鼻塞的狀況 鼻塞手術聽說會復發 到底是什麼復發 鼻中隔我們把它做直之後 鼻樑做直 基本上就不太會再彎掉 可是如果你是像下鼻甲 跟鼻息肉的話 就有可能是因為你體質或者是過敏 你沒有好好保養就有可能復發 當然鼻塞不處理 你可以用嘴巴呼吸是沒有錯 可是如果像從小 你只有用嘴巴呼吸 第一個 再來你用嘴巴呼吸 沒有嗅覺的話 有些東西 有些時候你可能會 mix掉一些危險 像是家裡有瓦斯什麼之類 沒有嗅覺 另外鼻息肉增生 會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甚至因為我們看 這個鼻豆在這邊 如果被鼻息有擋住 甚至有可能會產生 鼻豆炎的感染 跑到眼睛去就會很危險 然後另外有一個部分 就是有一個可能會造成你 有一個睡眠中止症的問題 像我這分享的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之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因為打呼很嚴重 然後甚至因為就是騎車去上學的時候 出車或出了兩次 因為他騎車可以騎到睡著 好 那他們去醫院檢查的時候發現 我那個小朋友就是 睡眠呼吸重症非常嚴重 每個小時可以 呼吸停止15次 而且最長的一次呼吸停止 可以到 兩分鐘 對 然後它的氧含量就是 正常人的氧含量 是在100對不對 它最低會到49 就是一半都不到 所以晚上整個都在缺氧 所以當然就是身體跟腦部 都沒有得到休息 後來就是發現 它是一個 鼻子就是有一個完全塞住 它下鼻子很肥厚 然後有一個鼻息肉的現象 另外它的扁桃腺 因為過敏的狀況 還有那個長期發炎 會有一個增生 所以鼻子 喉嚨跟它的舌頭 都有被手術過 手術完之後真的好很多 呼吸中止的那個次數 從50幾變到9 然後就氧含量 從本來49上升到80幾 所以整個精神狀況都好很多 可是過了5年之後 她女朋友就發現說 為什麼晚上睡覺又睡不太好 然後就是 她又在打呼這樣子 然後這次就回來我門診 我門診我幫她看 喉嚨的部分都OK 她也沒有變胖 可是唯一的部分就是 原因就是因為她 可能家裡有養狗 然後測過敏了之後發現 她做狗非常的過敏 之後她的下鼻角 就整個腫出來了 她腫出來這時候用藥物 藥物控制之後 基本上兩個月都沒有效 後來還是建議她手術 這時候她就覺得不太開心 想說我已經開過了 而且開的經驗非常的不好 因為以前傳統的就是 我們晉升進去 直接把那個鼻肉給她剪掉 抽出來 很快 然後術後就是要塞很多 那個止血棉 在醫院躺三天 然後抽出來的時候 又會一直噴 對 對 噴血之後 她那一次那個把 她跟我講 她那一次把那個鼻血棉 那個拿出來的時候 噴了大概五 六百CC 整個攤倒在治療台上面 我們還有經驗 我們一站錄影的時候 然後有人直接那個 鼻血棉噴出來 噴到我要吃的餡餅上面 她剛看 長得矮矮小小 可愛可愛的 那個鼻血 那個鼻血棉一噴 噴到我餡餅上面 沒有 而且我還有更誇張的 我以為 因為我上一個 我以為我吃的是黑輪 然後可能吃一次 不小心跑到鼻子這樣子 所以我下一攤 我吃的時候我想說 我就一直很努力的 想要把那個黑輪給醒出來 結果醒出來 我就說 我剛剛真的是把我黑輪 吃到那個鼻子裡面去 我還給他們看 是黑輪 結果後來我就捏一捏看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 那個是 就是我做 鼻子手術 然後的結痂 結痂 他們整個倒壇 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坑 他們整個倒壇 也都改成黑輪 就鼻子 結痂怎麼這麼大 能掉下來 對 而且它是可以從這裡掉 也可以從 嘴巴裡面跑 嘴巴裡面掉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鼻子裡面 空間很大 塞的東西很多 對 對 所以 所以那個現在 可是我後來跟那個 小朋友 那個先生說 我們現在有 微創手術 就是甚至有 這些在醫院可以做的東西 在診所 甚至在門診 就可以完全處理 而且術後也都不太需要填塞 然後後來幫他做完手術之後 他整個睡眠的狀況 又跟以前 恢復以前一樣 那麼好 才會有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們的民眾有發現你的 手指頭的末端變得比較寬 指甲變得比較厚 會有點像骨棒一樣 別忘了 可能跟我們的 睡眠呼吸中止 缺氧這樣相關的症狀有關 我這邊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55歲 那身材稍微風雲的男性 那其實他本身就有三高的問題 同時他有一點 輕微的心臟衰竭的現象 他來診間看診 主要是要解決他鼻子的狀況 他處處是今年的鼻塞 那如果說他適當的用點藥之後 他那裡面的肉收縮了 他裡面的黃鼻涕就會流出來 所以他會有很明顯 鼻涕倒流的現象 這個狀況可能會造成他三不五十 就這樣 這樣清喉嚨的現象 非常困擾 他想要解決 那在檢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安排了內視鏡 又安排了電腦斷層 也診斷出 它是非常嚴重的慢性鼻鬥炎 但是他有提到說 不過醫生很怪 他有注意到他這半年 他的手指頭都變得特別的粗 就我們看一下照片 有沒有看到 就很怕 遠遠看就像一個骨棒的頭一樣 那你說他手指頭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書上都有學過 我們的心肺的循環如果有問題 就有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所以第一時間就想到 是不是他的睡眠有狀況 幫他安排一個睡眠的檢查 果然他的指數達到 一個小時會終止65次 真的 他是屬於 每分鐘都有了 對 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一個睡眠呼吸終止的朋友 加上我剛剛有提到 他本身心肺的狀況就不是很好 這個會加重他的心肺的循環更差 導致於說他身體的有一些生長因子 沒有辦法在他的肺部的循環當中 就把他代謝掉 他會 回流到我們的肢體的末端 另外身體會有一個回饋的反應 就是你是缺氧的狀況 那我就讓你 就導致於他的周邊 手指頭的末端 他旁邊的結地組織 就會這樣慢性的增生 對 不過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睡眠的狀況 我們就幫他安排了手術 然後也建議他減肥 但是因為控制了 穩定了他的睡眠 還有穩定他的呼吸之後 他的手指頭其實也沒有恢復太多 我要自己組書是說他有進步 因為他覺得 他至少要挖鼻孔可以挖 我怎麼都忘了這個朋友 沒有辦法進化了 不過我們之前有遇過 小朋友也會有睡眠呼吸 中斷的問題 我有遇過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來也是因為處狀脂 但是父母檢查過 心臟方面沒問題 後來再追問 也是因為睡眠的狀況 他是因為他的 所以他是周遭的 這不是中屬的問題 就是表現太大 然後造成他的呼吸 睡眠也是不斷地翻滾起來這樣子 後來也是經過開刀 就很快就恢復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也算是另類的文明病 我們要特別的留意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40歲的宅配員 他體重挺壯的 他170公分 可是高達100公斤 那因為他出了車禍 那幫他治療完 跟他安排了手術完 再看他聊天 他說宜欣運氣很長 我這半年我就出了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宅配公司的車子 灿爛了嗎 他沒有換新 他說不是 他常常一邊開車 一邊打車睡 好累 沒睡吧 他說他晚上都沒有辦法好好睡 他沒有辦法躺著睡覺 他躺下來的時候 他就 所以他大概都只能睡在沙發上 我們就幫他做個最簡單的檢測 壓舌板一壓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照片 右邊是他的扁桃頸 金屬色 有沒有看到兩顆貢丸 紅通通的貢丸 都塞住了 那這氣都進不去 是啊 那他又聚舌根 舌根很厚 那左邊是正常一般 民眾的大小 我們可以看到 暢通無所 大小差很多 對 這樣的狀況會增加 心血管相關的疾病 然後猝食的機會 高達三倍到八倍以上 這時候他才提到 對耶 我半年前也才剛因為心肌梗塞 被送急診 做心導管發現兩條血管有部分阻塞 二話不說 我們就安排了一個手術 馬上把它處理掉 那我們在交通部的統計的資料上 沒有提到 有20%的這種交通意外 都跟這種睡眠的障礙有關 所以說睡眠呼吸終止這個疾病 也是一般民眾 可能會忽略它 沒什麼我頂多打呼 吵到我的枕邊人 我頂多睡不好 可是其實它影響的層面非常廣 心肌梗塞 猝食 包括說工作的一些效率不佳 日前我有一個朋友的指導老師 研究所指導老師 他有非常嚴重的睡眠呼吸中止 他睡覺的時候都要靠 癢壓呼吸器來使用 算是一種 輔助性的治療 不然他沒辦法好好睡 結果有一次他去出國 去出差 開會 就要忘記帶了他的機器 結果第二天 他就發現 家人聯絡不到他 發現他誠實在飯店 真實案例 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不能依賴那個東西對不對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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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如果沒有帶他 他還能活得過來 不然帶習慣沒拿 這很難也對啊 有機會治療 有機會治療 不要失去 一定要講有機會治療 因為你減重大概20% 真的會好 假設他是胖的人 減下來會好 不一定要開刀 但是一定要減體重 否則一直依賴他 對 我說人的邏輯思想 都思維在 新年到又去算明說 我今年出國五次請客 還送那個什麼醫院做新導館 我是不是流年不利 這跟流年不利有什麼關係 就是你自己要先減重 什麼這些病 厄运的 對不對 你找睡眠中看也沒用 現在很多人 呼吸睡眠中值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 跟體重過重有關 拜託先不要開刀 先去把體重降 先去減 你用任何方式 像去校醫師那邊先 那個內科減重也好 反正你先把它降下來就對了 那如果是瘦的人呢 瘦的人的話 那就真的 你才找耳鼻喉科 做評估這樣子 跟胸腔內科 有瘦的人會睡眠中舞 有 瘦的也會 為什麼 像那種扁桃體大的 有些像我有一個 才三十公斤的女孩子 三十 她太瘦 那是小孩吧 她那扁桃體也都貼在一起 最後一個結 那就開刀就好了 對 所以她開完刀 效果非常好 對 那個要開刀 那個就要開刀了 對 我也去看過喉嚨 她說我這個 陰道狹窄 你的陰道 陰道 陰道 真的啦 陰道可以嗎 太早了 聲音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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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你這個 你剛剛的畫變成一個 蝴蝶效應的畫 她是真的 真的 她說你這個比例面天生狹窄 要開掉也可以 要不然 但我是剛開始就學 戴呼吸器嘛 那時候胖 每天早上起來 不知道飛到哪裡去的人 你不可能戴著的嘛 戴不住 體重很重的病人 她那個戴著 你一拿下來 她自己是會覺得 她快沒命 她會趕快去戴她 她會手去燒嗎 所以我講沒錯 不要戴習慣 不要戴習慣 她經過身心科一段時間的調整之後 她就沒有再發作了 只不過她最近有發現 她的呼吸開始有點不順 所以她就以為 她的換氣過度又要發作 再加上她最近 睡眠又有出現 嚴重的障礙狀況 所以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要找身心科拿藥 就順便拿一點抗焦率的藥 結果沒想到這樣子 一吃半年過去了 她的呼吸狀況沒有改善 而且她原本是右邊微塞 到最後右邊全塞 連左邊都開始要塞 那身心科醫師一聽完就覺得 這當然不會再是焦慮問題造成的 你如果沒有趕快去找耳鼻歐科醫生 可能焦慮的狀況才會再更嚴重 那件事情我們一進去一看 右邊滿滿都是 乳圖狀的紅色腫塊 透過鼻中隔壓迫到 對側左側的鼻腔 這是知道的 這個是鼻腔 瓜哥 這是我們鼻腔的內刺劑 那右邊是鼻中隔 那左邊的話是下鼻甲的上段 然後正中央紅紅的 那個是我們正常的中鼻甲 中間那一團就是它長的腫塊 因為它充血的狀況 所以它分泌 因為它被腫塊壓迫 所以它的循環 微循環沒那麼好 所以有一點缺血的狀況 如果那個腫塊拿掉了 它就恢復原本粉嫩的狀態 對 然後後來經過解釋 因為它這個腫塊的關係壓迫到 才會造成它的呼吸不順 趕快安排切片 結果切片的結果是 鼻腔裡面的倒生性乳涂瘤 它是人類乳涂感染的一種 那有些醫生會笑稱說 它是菜花的表兄弟 它是良性的腫瘤 但是它的表現非常惡性 有些會骨頭一直撐 到最後它的臉會變形 而且它非常容易復發 統計上面認為它有3到5成 你手術完之後它會再復發 而且它有5到10%的機會 它會變成癌症 所以手術要非常大範圍 像癌症一樣的切除方式 所以我們就從內飾鏡裡面 再搭配嘴巴掀開 把它削得非常乾淨 然後再追蹤 目前是還沒有復發的跡象 剛剛這個鼻塞一塞住的時候 就頭昏腦脹 你怎麼認不舒服 這種病人通常鼻塞住的時候 血壓都會跟著變高起來 那我今天比較想分享的是 還是60多歲一個 64歲一個男性 他其實不淹不久 很健康的一個人 大概就跟我一樣胖胖的而已 那他奇怪 他就特別喜歡睡覺 怎麼睡就覺得特別累 結果後來怎麼仔細研究一下 才知道是 他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年紀大了 就像我們眼袋會鬆弛 皮膚會鬆弛 你的扁條線跟你的咽喉那邊 可能都會鬆弛 鬆弛之後就會往呼吸道那邊卡住 就會造成有一點叫做 睡眠中止症 睡眠中止症的時候 你的憨聲會比較大聲一點點 然後你好像總是睡不夠 因為我們睡眠的時候有一個要進入到深度睡眠 所以睡眠的時候 白天我們心跳可能到75到85左右 但晚上當你進入到深度睡眠的時候 你心跳要放慢 他要休息到在50跳左右 但當你呼吸不對的時候 就像我掐住你的脖子 你差不多時間你自己就會想到 就醒過來 那這個情形都不好 為什麼呢 心臟中晚上睡覺的時候需要休息 就像我常常建議我的病人 不要用鬧鐘 鬧鐘很可怕 有時候你在晚上吃點安眠藥後 睡得很好 睡得正在做夢很舒服的 每個早上都這樣 這樣醒過來的話 對心臟有時候就一不小心 就會誘發 惡性的心理故障 尤其在年紀大的人 本身心臟就已經有點小衰竭了 年紀大心臟有點衰竭 這時候突然間有個什麼聲音 這樣一下子 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的心心理故障 所以睡眠不好的時候 通常就會影響到心臟的功能 心臟一不好 早上就會心悸 血壓就會高 然後就會患癢患氣都會不足 都很嚴重 但什麼時候去治療這呼吸 那第一個 當然去做睡眠障礙的評估 然後再來找二皮膚科 醫師看看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鬆弛的地方 就像我們要拉皮 有些時候要幹什麼 有些時候咽喉這邊好像也要做個整形的治療 那如果睡覺 容易被口水噎醒也是嗎 好像也是這樣 或是胃食道逆流也會 胃食道逆流 對 你有這樣的狀況 我爸爸有 就是他會睡一睡 然後會咳 就是被 口水嗆醒 有一天我聽到自己的憨聲 我就知道我彎了 為什麼 然後自己會 那個有印象的 不是每天喔 就那一天就會 你睡得不好才會有印象吧 可能睡太熟 你就聽到 你怎麼聽到自己的聲音 會不會在自己的聲音 只有那天晚上 不是每天的 所以我就知道 可能你睡太熟的時候 音量是很大的 好 來 不談我了 有遇到一個跟船有關的那個案例 他是三歲的弟弟 因為我們急症 其實也會常常看一些 兒科的那個急症這樣子 那他來的時候其實也是 表現出來就是很明顯的那個 可是問起來 奇怪了 他最近也沒有什麼一些 善無息道的感染 然後其實他們居家環境 飲食等等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但是這個弟弟來 他就是每次來就是氣喘 喘得很喘 而且經歷了兩個月 他每次在發作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會一直流點淚 然後每次住院幾天 症狀就完全改善 那媽媽其實一開始很困擾 各個醫院能夠用的藥 能夠找的原因 其實全部都查遍了 我也滿困擾 因為我們用的5G就是這些 我後來真的沒辦法 只好出大決了 我說其實弟弟看起來像氣喘 你們在飲食上 在生活作業上 幾乎都沒有什麼 換個地方住好了 你們附近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的那個 親戚也好 什麼可以讓這個孩子 換個環境之後 也許你們家的環境 有什麼位置的東西 一直讓他 也會產生一些過敏過 後來沒想到他 我在急診處理這個孩子 他就回家了 沒多久 一兩個禮拜 媽媽跑來找我 意思我們就是 換到爺爺男的家去住之後 真的就完全改善了 原來是他們其實隔壁鄰居的陽台 種了盆栽 沒想到這個孩子 有可能有可能 就是因為這個盆栽花粉 讓他去過敏 才導致說 其實他一直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每天早上起床 床屋一打開 其實那個花粉 一次他就開始全身的過敏 就終於找到他 氣喘原因 其實原來是對這些花粉粉 來過敏這樣子 我在其實2014年的時候 我曾經出過一張唱片 我以為就是我的夢想實現了 沒想到就是 曾經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就對自己失去的信心 然後就發現有一天 我開始很長一段時間 都開始吸不到空氣 呼吸很困難 一開始只是很需要 很大力的呼吸 一開始只是這樣 呼吸困難 然後到了後面 發現會吸到胸會覺得有點痛 再到後面有一點 手指尖跟我的腳指尖 都會有一點發麻 我就覺得 可能大事不妙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爬文 我還沒有立刻去看醫生 我就搜尋到 為什麼會胸痛 有可能是天生的 二間半脫垂 很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狀態 妳這個都沒看醫師 自己猜好 我那時候我只是自己在猜 可是我就嚇到了 我想說 那我可能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就去心臟科報到了 然後我就去做X光檢查 我一定要檢查 因為醫生一開始先跟我講說 正常是因為情緒的關係 我說可是我看到二間半脫垂 就是有這樣的症狀 我想要檢查 他還是要等檢驗報告出來 結果醫生跟我說 完全健康沒有問題 真的就是因為情緒跟壓力的問題 導致我變成呼吸不順 到後面我真的是需要用 就是超商裡面裝寒疾的紙袋 我隨身都要戴著 然後套著我的臉 就是增加二氧化碳的濃度 我需要氧化碳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接觸到瑜伽 開始學練習瑜伽的呼吸法 才慢慢地改善 然後再加上慢慢 我真的從每天都沒事做 每天壓力很大 變成了找到了一個寄託 對 對 我才慢慢地改善的 沒想到這個寄託還發揚光大 對 我就希望把瑜伽 帶給我的所有的好處 來好好的分享給大家 平常呼吸很難 剛剛我們營養師說 你現在呼吸到肚子裡面 不容易 會不常常問跟肚子裡面 對啊 你不懂 他說你要到肚子 當你在拉筋做一個叫 來 深呼吸 用力 對 肚子 去哪了 要噗到肚子 後來慢慢大概十幾次才知道 有點感覺氣是到這裡 是 要往下 就是那個我上表演課 然後他第一堂 也是教你怎麼呼吸 因為我那個皮塞過 我整皮塞住 每次我真的很討厭老師說 來 現在用鼻子呼吸 然後嘴巴吐氣 我就說 我真的快缺氧了 因為我沒辦法 嘴巴 沒有 用鼻子 呼吸 就是導演說 有一部戲適合你 這個 溺水的很適合你 你不用演就很容易 對 這裡我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個小撇步 在我們瑜伽練習當中 因為瑜伽呼吸法的時候 我們一定常常要 很多人鼻塞怎麼辦 第一 我們可以把鼻子 都醒乾淨 然後第二 如果你發現醒乾淨之後 我左邊通了 右邊是塞住的 那怎麼辦 如果你右邊塞住 你就用一條毛巾 捲起來之後 塞到你的左邊腋下夾住 你說右邊塞 左邊 右邊鼻子塞 你就要塞左邊腋下 這是什麼道理 對 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通 對 如果說這些東西 都沒有的話 你如果右邊塞 你就像左邊側躺 右邊塞 左邊側躺 就是讓你的腋下 會有一個刺激 對 可以試試看 我試試看 有效 那你現在錄影 你就開始一直 你就開始 沒有拳頭這樣 一直 塞在腋下 看我舉手 不要覺得大驚小怪 瓜哥 如果我非常贊成這樣說 好贊成 所以我都知道嗎 玩的是看人講話 對 謝謝 謝謝 這個有用 謝謝老師的分享 其實這跟我們的 整個迷走 還有自律神經系統有關 剛好在腋下 我們的自律神經系統 不管是交感 副交感 剛好有一段 會走到我們的 抑管神經 它會控制我們的 鼻黏膜的分泌 還有我們的鼻黏膜的 一個收縮 所以給它 適度的一個刺激之後 包括有點像 我們中醫在刺激 那銀香穴一樣 它可以讓我們的鼻黏膜 比較容易舒暢 不過效果如果不足為 還是麻煩找一下 專業的耳朵 是 是 鼻黏膜 對 鼻塞就用嘴巴呼吸 嚴重恐會影響外觀 大家覺得鼻塞是不是 就用嘴巴呼吸就好 反正如果可以呼 可以呼吸就好 對啊 因為手膜 鼻子也沒辦法用 剛剛很呼吸 我也沒辦法 那是可以表演嗎 那是可以表演啊 還是用鼻股呼吸 對 其實鼻子本來生出來 就是要用鼻子呼吸的 不然就不知道 生鼻子出來幹嘛 除了好看之外 對 最近就遇到一個例子 他就是因為鼻塞而影響到外觀 然後他是一個國中的女生 然後媽媽帶來的時候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就是 他從小就是用鼻子呼 對 用鼻塞 然後一直用嘴巴呼吸 然後所以打呼都超大聲 他的臉其實長得有點奇怪 就是有點像月亮 臉中間是沒有 比較沒有發育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牙齒有爆出來 對 然後一看他鼻子 果然就是整個鼻腔裡面 全部都被那個下鼻甲 疑問就是他從小就是過敏 他晚上睡覺打呼也很大聲 可是這已經到青春起了 然後已經鼻子大 就是下鼻甲已經大到 可能沒有辦法用藥物控制 為什麼說那個 他的鼻子 可能跟我們發育有關 第一個就是 鼻子我們從鼻子這裡吸氣進去 他其實會經過我們的這邊鼻鬥 鼻鬥可能你今天有吸氣 然後鼻鬥有空氣交通 他可能才會比較有發育 所以你的中臉的話 可能跟呼吸會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舌頭 舌頭如果你是嘴巴張開 然後沒有辦法去頂住善餓的話 他也比較 善餓骨那裡也比較不會 有發育的現象 對 所以你這個舌頭 跟你的鼻子呼吸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中臉的問題 對 所以他的話就是 我們幫他把下鼻甲給縮小 然後裡面有一顆 他之前的 因為過敏導致的腥氧體很大 這個也會影響呼吸 然後我們把它解決之後 他其實鼻塞的情況解決 他臉好像過幾個月之後 真的有一點變化 其實滿多人家小時候 就是因為什麼 這邊脾肉多 對 要去 鼻中隔彎區 對 以至於他呼吸 他會習慣用嘴巴 現在醫師要講的時候 你小時候不去注意小孩子 他會改變他的外貌 是 對 長相會改變 對 對不對 我就是啊 沒錯 我就鼻子過敏 所以我的這邊 我矯正之前 因為我矯正過牙齒 然後之前是這邊比較凸 然後兩邊是比較凹的 已經用小時候呼吸都用 對 口呼吸的習慣會造成 其實是下巴後縮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舌頭白下眼 這樣 剛開 慢慢的 這樣慢慢有一個 往後壓的力量 這邊肌肉會比較緊繃 我們在下巴伸長的時候 會沒辦法往前長 真的 我以前 我小時候 包瓜哥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以前 我們家是 從我奶奶開始就遺傳性鼻炎 所以我們家通常 你只要聽誰先哈嘴 就代表那個人起床了 我弟跟我都有做齒列矯正 是因為我們兩個 就是像醫師講的 我的門牙超往前的 不知道要再往前跑什麼意思 他就是非常往前 然後我以前睡覺的時候 我爸都會半夜 他不是幫我蓋被子喔 他是幫我 因為我的頭會這樣 我覺得太想要呼吸了 然後我會很盡力的把 就是咽喉之後 呼吸到這邊把它拉成 那一拉成的時候 脖子就會很自然的往上 那其實我覺得造成 就是牙齒之外 其實還有呼吸道 因為呼吸道長時間 你都在跟空氣接觸 其實一來是你很容易感冒 然後二來是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馬上講話 因為你現在整個呼吸道 是乾的 完全都是乾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戴口罩 對 我就逼迫自己 讓自己在溫暖的 潮濕的一點點的空氣裡面 然後讓自己的鼻子 稍微濕潤一點點 然後鼻子就有一點點 暖空氣進去 它就會比較通 就慢慢的 訓練自己用鼻子呼吸 不然以前在十五歲之前 我鼻子真是裝飾品 就我不知道鼻子 我不知道鼻子到底要來幹嘛 然後我真的 我非常羨慕別人可以這樣子 我以前發不出來 這個音耶 就是很鼻腔音 對 所以我覺得 用嘴巴呼吸還有鼻子不好 真的對身體健康的影響非常大 真的滿深的 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來找我 她一媽媽來就很激動 就跟我說 吳醫師啊 我家這個小朋友 以前長得好帥好帥喔 怎麼長大之後慢慢就走鐘了 就把孩子面前講喔 沒有啦 我也可能講 她就說她的臉型就改變了 就改變了 對... 然後我就看了 就標準一個口呼吸的臉型 那媽媽喔 她很有心喔 她還拿一張照片 她小時候小朋友的照片 10歲的時候照片給我看 真的很帥 就是臉長得很正啊 然後笑起來很好看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是 剛剛講的有點爆牙 然後中緣部都凹陷了 原因是什麼 原來是因為他們 這個弟弟啊 14歲的時候養了一隻貓 從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對貓忙過 然後就是回應到剛剛說的 所以他就一直口呼吸... 一般來說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假設我的拇指是我的舌頭 我們嘴巴閉起來的時候 舌頭要放在這邊 上面的地方 這樣子可能大家會比較清楚 我們嘴巴閉起來的時候 要放在這邊 然後鼻子慢慢地呼吸 那很多人長期口呼吸之後 就發現這邊牙齒會狹窄 這邊牙齒狹窄之後 前牙就會突出 對嗎 前牙突出 所以來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把牙齒先排整齊 才能讓舌頭有空間 可以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OK 所以這是我們處理的第一步 那再來回應說 剛剛好像也有提到 關於做舌頭運動跟呼吸運動 這件事情 分享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訣竅 大家可以 如果發現你有口呼吸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每天 因為我們現代人通常要運動 快走 我們很習慣快走對不對 我們 先喊一口水再去走路 因為你喊一口水 你就沒辦法用嘴巴呼吸了 對嗎 我們就會強迫自己用鼻子呼吸 每天這樣練習慣需要養成 因為口呼吸已經跟了你很多年了 所以你一定要花一點時間 來矯正這樣做 所以你這個前提之下 是應該把鼻子這個病 鼻子來先鎮好 我講的前提是要先鎮 對 你剛剛忽略一點 他都沒辦法你再讓他自行 對 真的 他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說鼻子都看好了 可是你已經癢成習慣了 對啦 怎麼樣去改變這個習慣 要用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看好 這個效果也一樣 瓜哥 我也是就是從小的時候 過敏一族 然後我就早上起來 就是狂流鼻涕 眼淚 然後鼻塞 所以我也是待在國中之前 我都是用鼻子呼吸 然後我的牙齒就超級不整齊 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大概就是 門牙都是爆的吧 然後後來就是長大 我去做那個牙齒矯正 然後就是拔了大概四五顆吧 含舊齒的牙齒 然後一直到中間斷斷續續 然後我又懷孕 然後加上那時候 牙齒就帶矯正齒的時候 很容易勾破那個嘴巴 然後我就一直 一直沒有去回診看醫生 就我整個過程 拖了四五年 然後一直到就是生完小孩 然後才陸陸續續把牙齒 全部都矯正完 然後矯正完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 真的是臉型 不管是鼻子 我覺得都有改善很多 像我女兒現在 就是她也是都用鼻子呼吸 然後我就很擔心說 因為醫生有說她一定要那個 就是要 吃過敏藥睡覺 她現在會建議她說 吃過敏藥睡覺 因為她怕從小用嘴巴一直呼吸 她會影響她的那個顏面的發展 不長不一樣 對 而且她的牙齒 已經從現在就開始 完全不整齊 她的門牙完全就是不照順序長 對 然後我們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從小就影響到顏面 然後以後長大會很難做 就算你矯正了 還是會影響到對 發育 是 這個習慣一定要改 對啊 然後我們就現在就是 我自己是這樣過來 我就會很積極說 她要吃完 一定要會整 矯正科一定要按時去看 所以我們其實用嘴巴呼吸 會改變容貌 這個問題現在當然清楚 所以小朋友應該要及早 給他治療 對 不然他以後 真的 走鐘了 怪誰 真的 怪媽媽 我們現在講那個用鼻塞 用嘴巴呼吸 會影響你的外觀對不對 也會影響你其他內在的器官 我們最常見腸胃科 遇到的狀況就是這樣 有一個人來他就說我喉嚨卡住 鎖喉 這樣的病人讓我們超多的 然後他說先去耳鼻喉科看 看了以後耳鼻喉科 一開始認為他是過敏 治療完以後覺得治不好 然後就會說 你這個是 所以這個患者就又去腸胃科看 然後腸胃科就給他看了 胃食道逆流 然後他覺得好像好一點 但是就是不會好 大概看了半年沒 都沒有完全斷根 所以又跑來我們這邊看 那我們這邊看 我一聽到就哈哈 很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Case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意思是 因為前面兩個醫生已經看完了 那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我就說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有沒有用嘴巴呼吸 他說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只要一躺平 我鼻子兩個鼻孔會塞死 然後就是只能用嘴巴呼吸 那我就說 我跟你講那你的病 就不是只有餵食道你流 你早上起床有沒有一起來 就一直連續打十幾二十個分率 流很多透明的血量 他說有 然後平躺會塞住嘴巴呼吸 這個就是你有過敏 但是你有餵食道逆流 你其實有兩個病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是分科 所以大部分的醫生 都只看自己科的病 所以常常有時候 遇到耳鼻喉科醫生 假如有經驗的 他就會知道他有兩個 兩個不同的病 但是假如有一些比較年輕的醫師 他就會認為他只有一個病 他要治鼻子 那看到腸胃科 年輕的醫生就是說 他只有餵食道逆流 就只治胃 實際上就是兩個都一起治 才不會全部都鎖喉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是同時吃兩種藥 我給你開鼻過敏的藥 然後也給你開逆流的藥 然後我們調一下飲食 他大概三個月左右 他這個喉嚨鎖喉 就慢慢就改善了 所以就是要看 有時候要注意說 你不是只有一個的問題 有時候常常是兩個病發 他沒有注意到這樣 有時候像婆婆媽媽 她們不是會做菜嗎 在那邊洗菜 洗東西 那有時候如果洗到一些 像海鮮這種東西 那真的是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可能真的要戴手套 因為我之前就有遇到一個個案 她一個阿姨 她在家裡就是想說 做菜等老公回家就很開心 就洗那個螃蟹 那時候秋天 就想說秋蟹可以吃一下 結果沒想到就被 在手上面 然後想說應該還好吧 因為大家在想說 沒流血沒事 結果想說沒事了 結果第二天整隻手腫起來 然後腫到後來就痛到受不了 因為已經整個腫得很厲害 然後就來到急診室 然後一涼 發燒 血壓偏低 然後整個就是 整個已經 裡面應該已經化膿 變壞死性肌膜炎了 那後來就找整型外科醫師 然後趕回去把它做清瘡 可是開完刀之後也還沒好 那一開完刀之後 到家戶病房的時候 用到三種強行生壓劑 然後後來插管 然後腎臟也壞掉 在那邊顧了它 顧了三個禮拜 結果傷口就長一隻細菌 就是海洋胡菌 對 這種海鮮類 那種海水結束 就是要小心海洋胡菌 這我必須說 海洋胡菌真的是 對整型外科醫師 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的壞死性肌膜炎 其實它的致病菌 我們大致上把它分成四種 那海洋胡菌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通常 只要一感染 其實常常你都是馬上 就是要面臨 因為它很難去藉由 譬如說一個新創或什麼 把它給 或者是這個筋膜切開 這麼單純的手術 去把它給就是清乾淨 或者是去控制它的感染 所以常常到這個時候 都不是找整型外科 常常是找骨科 為什麼 要從比較近端的地方 就去做節肢 而且像海洋胡菌的這一種 感染的這種pattern 它就是很快 它就會 有 沒錯 它比其他的病人更容易 對啊 大部分人都不會有事 還是一些免疫力有事 免疫比較不好的人 你就算被砸到 你大部分自己都會好 對 你在海邊很容易刮到 那些魚皮早就掛一半了 對啊 魚腹都被砸了 像我那個病人他就是 對 所以後來他其實 其實也去節肢 他後來好的時候 大概截了三隻手指吧 截手指真的還是比較 比較好的 對 有的是整隻手指 那我們常常有的病人是這樣子 或者是直接從上面 這個非常接近關節的地方 直接截肢的很多 就是為了要保密 那其實講到肺功能 其實還有一個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常常碰到年紀輕輕 但是來的時候就 很明顯的呼吸聲音非常大的 大概都是肥胖的部分 其實肥胖本身 體重失控本身就是一個衰老的跡象 那肥胖的併發症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肺 那有的時候很簡單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腹部的油太多 上面的空腔變小 所以它肺的擴張能力就變差 肥胖之所以叫做症 它真的事實上是一個慢性的病 它本來就需要醫生來協助 要慢性的治療 那沒有什麼快速可以治療的方法 它的藥也很簡單 其實就是恢復健康的飲食 那我有一個病人身上是這樣 他是大概35歲左右 那他來我診間的時候身上是 他太太抱著孩子 壓著他來診間說 醫生你救救他 他已經快完蛋了 我第一完蛋是什麼 他高血壓已經很久了 他來的時候真的是 在我面前就這樣 他說醫生救救我 我是怎麼回事 一看他臉腳從大概膝蓋以下 整個都是變成 紅紅黑黑的腫瘡 但是看起來就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肥胖症的一個併發症 你現在有在吃什麼藥物 他就說他有吃高血壓的藥 那糖尿病的藥還沒有在吃 那我說這樣 你可不可以改變飲食 就他很激烈 他回去之後他去找 那個所謂的排毒飲食 我不知道他吃了什麼東西 但是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清淡了三天之後 才開始吃健康的飲食 可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他只做了兩個多禮拜 很認真的把飲食改善 兩個禮拜以後回來 居然腳上的紅腫就不見了 當然那個肥胖的治療 還經過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就說 這個肥胖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會影響到很多的功能 連呼吸功能都可能改變 連你的循環功能都可能改變 我就說這樣的人其實不算少數 可是很多人都不以為意 就是說我還是這樣過日子 甚至於說他覺得他很無奈 他不知道怎麼樣來解決他的問題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健康生活實際上是最好的藥物 那我們心臟手術的患者 在手術前有兩個檢查一定要做 而且這報告非常重要 一個是心臟超音波 我們要知道這個心臟收縮好不好 可以知道心臟成功率高不高 另外一個就是肥功能測試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病人全身麻醉以後 會不會很容易把它除掉呼吸管 那在肥功能這個方面的話 我們最怕的是兩種人 一個就是當然是 老顏強 第二個就是肺主射 如果有這種情況肥功能不好 那我們手術前就要請他做呼吸訓練 希望他能夠練習 我們會給他一個呼吸訓練器 很像一個小玩具一樣 拼命吸就有個小球飛上來 你就可以看那個球跑多高 就可以知道呼吸怎麼樣 我們會請復健師 醫生 護理師 在旁邊教他 可是人很好玩 教他呼吸他到最後就不會呼吸了 所以到最後就用最簡單的方法 拿個面子叫他吹面子就好了 他才知道怎麼樣可以把氣吹好 那我一個70歲的患者 那他就是之前訓練也 訓練不太起來進步 手術完之後果然就拔除不掉呼吸管 那這時候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呼吸管拔不掉 怎麼辦 其他都好了 人也清醒 什麼都好了 傷口都拆線了 呼吸管就是拔不掉 那這個時候就要考慮要不要做氣切 因為你一直放著一個管子在嘴巴咬著 很痛苦 嘴巴關不起來 所以一般來講在國外 大概建議兩個禮拜拔不掉呼吸管 就可以做氣切 可是我們國人 非常討厭做氣切 覺得這個再開一刀 這個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們一般在 我們這邊的常規 大概都撐到一個月 還是拔不掉的話就做氣切 但實際上氣切的傷害性沒有那麼大 那做完氣切的病患 馬上可以把嘴巴關起來 可以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睡覺 而且將來等他全部的 發炎指數改善了 等他呼吸管拔掉以後 這個氣切的這個傷口 完全不需要手術 他自己就會癒合 那我們那個患者後來 也很順利的拔除掉以後 傷口就癒合了這樣子 因為我們聽到就覺得 好嚴重氣切 這個人怎麼了 其實這是最安全的 是喔 這邊有一個口的話 他要換呼吸管要抽彈 都非常方便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 好多好多的故事在醫院裡面 一個呼吸管拔出來 值班醫生或者是旁邊 最近的護理員 沒有辦法把這個呼吸管插回去的話 產生了這個生命的悲劇 都是不少見的故事 所以這個一口氣 人真一口氣真的只有五分鐘 五分鐘這個管子插不回去 你再請那個全院的高手來 到最後很可能這腦部都回不來 好 氣切 對 我們一般都是推廣氣 很少推廣氣 有一天就有一個 也是從國外回來 他已經有隔離兩週了 但是他就是有呼吸道的症狀 所以他想他就先去診所 診所當然是馬上請他不要走 不要再走進來了 請你直接到醫院的急診室 結果他就是不想去急診室 他就跑到門診 就又被門診警衛在大動作的 繞到醫院外面 然後再到急診室來 然後我就跟他說 現在是疫情期間 然後你有 他說我上飛機前就是陰性 然後我已經隔離了兩週 可是我說還是有很多的 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還是要幫你走這個流程 等一下我們要照X光 然後我要幫你採檢 他很生氣 但是他還是有照做 先照了X光之後 我們就要把他進到另外一個房間 我們要做採檢的動作 可是那天病人太多了 今天病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有一點想要把 需要採檢的 全部都累積一個程度之後一起 可是就在那個當中 對 那時候我們就嚇了一跳 我們趕快打1922 然後趕快Call他 他直接關機 後來我們還報警 對 然後他那時候 後來終於找到了的時候 他在一台車上 他說他在裡面等我們的時候 他已經受不了 他覺得我們是歧視他 他覺得我們這樣對他是 非常不公平的 然後他就說 所以我就叫我朋友來 結果他還把點滴拔掉 然後就衝出去了 他現在在朋友的車上 我說我現在做的這些規定 都不是我們自己醫院的規定 這是整個國家的規定 現在就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已經把 我們已經把你通報了 那希望你這個時候 從這個點開始 你坐這個車 你就是回到 你自己一個人住的地方 我們等報告 疾管局等一下就會來找你 如果我們找不到你 我們一定會報警 然後而且你如果出去 你一定會受罰 我們現在都知道說 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這個疫情沒有一個人 可以置身事外 這句話很好講 可是我們每次看電視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為什麼他會這樣 可是等到換作是你的時候 那個心情就不一樣 然後會出現很多的不願意 或者是很多的負面的感受 可是真的 其實現在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很不幸的 你有一些旅遊接觸史 你必須要走 政府規定的流程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配合 所以兩個禮拜以後 還要多久要必須 接受像這樣子的 因為他只要有旅遊史 很難說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希望 最理想的是兩週 十四天再加七天 這是最難 現在是這樣子的規定 對 十四再加七 可是這病毒很狡猾 你看有的時候 一採檢 二採檢 三 二採檢 三 三 第九次才有的人 還有他第四次 第五次 比比皆是 沒錯 所以他只要是有 旅遊接觸史的 一定會 他即使已經一段時間 但他有症狀 有類似的症狀 我們還是要把他 強烈的懷疑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不公平 這是不是一種歧視 這絕對不是一種歧視 這是為整個 整個台灣的保護 做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所以現在很多人坐姿 都是駝背 久坐 而且有時候在玩電動平板 一下都很久 就不來起來運動 所以現在很多的胸部 肌肉 其實他都沒辦法展開擴張 所以他變成 他的肺活量就變很小 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 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 他其實很年輕 然後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咕咕 整個人就是躲在一起 因為他其實他的脊椎 沒辦法做一些彎腰 沒辦法做一些轉動的動作 所以他相對他的 呼吸就很短促 然後其實他常 他就是喘不過氣來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 其實就幫他做一些 徒手治療 徒手治療 第一個我們物理治療的部分 會幫他把他的胸大肌 還有他的肋肌肌 做一個延展開來的動作 把他延展開來之後 我們就再教他一些呼吸的運動 包括他圓唇式的呼吸 所謂圓唇式呼吸 就是你的吸氣有鼻孔 然後吐氣 嘴唇是絕嘴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幾個動作去教他 他其實慢慢慢慢 在延展開他的肌肉之後 他其實整個狀況是比較OK的 現在我們其實就教大家一些 自我在家裡做一些 做萃取的動作 第一個像我們平常的話 如果要擴展我們的胸大肌 其實你可以假設這裡是門板 你可以做一個扣住 上 中 下 三個方向 上的話 扣住之後 身體旋轉 去拉這邊的胸大肌 靠勢力轉 對 轉另外一邊 轉這邊 對 沒錯 對 上 中 下 上是過肩 對 然後你轉 然後你轉 拉的程度你其實只要一點點緊 轉就好了 不行 我一定要拉很緊 不行 這樣會 會拉 好像中 中 中就比較 就肩膀 對 他拉的肌肉群是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下 下 對 旋轉的動作 好像越底下越能轉對不對 對 他拉的肌肉群不一樣 所以他越刷著 對 越拉越緊 對 越到上面緊 手是伸直的狀況去拉 然後像我們呼吸的方式 所謂的原存是呼吸 就是你吸的時候 其實他比例就是吸 假設1比2的狀況 你吸兩拍 吐氣就必須四拍 通常我們都進階的話 我們就會教導病人 他配合他擴胸的動作 物理治療有一種動作 就是你雙手握拳 在前面 做一個很像 往上吸氣 做一個旋轉動作 擴胸的動作 然後下來的時候 也是交叉在前面 旋轉 吐氣 然後頸部可以往下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可以讓你的 肺活量增大的動作 而且好舒服 對啊 然後提醒大家不要聳肩 因為很多人 當把手舉起來的時候 就變這樣 對 所以他必須有一個 張開的動作 張開的動作 讓整個肺部擴張起來 對 我們好像成間節目 度不足 還是這樣 部分 說 我可以 不éch Анд